同学们看一下这个问题 2012年到2018年南非 非洲南边南非开普敦市 周围六个水坝的蓄水容积变化 那么呢可以发现的连续三年呢 他们都在干旱 那这就使得这个开普敦政府呢 宣布把2018年4月22号定为归零日 那么呢这一天呢水坝如果低于13.5% 那么水龙头就不会流出一滴水 就停水的意思 长期以来南非都有这种周期性的旱灾 加上了人口越来越多成长 所以你的水资源供不应求 那么呢水文学家表示近年来 南非的失年减少干年增加干旱问题 越来越严重 所以你会发现的哦 那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底下 南非的哪一个概念就被表现出来 如果说你现在失年减少干年增加 表示你现在当年度的 当年度的这个降水 跟你平均之间的降水 是不是就很大落差 有很大落差 这叫做什么呢 降水的便率就会提高了 就会跟你的这个平均 长期以来的平均落差越来越大 降水便率越来越高 降水便率越来越来越大